好啦 那起稿子怎麼起 就這樣起了 起稿子起 一個橢圓形 分三等份 分一等份 一根嘴巴形 好啦 這條線 這是這個 好 我們拿這個做 做標準來看 好了 那眼睛也 大了一點 所以有的時候 你心中要有一個什麼 有個比例 有個比例 這樣子 這樣子 在這裡 OK 眼睛在這裡 眼睛畫的時候 不要畫成 畫眼睛 不要畫成這樣 你寧可 你慢慢的畫 都沒有關係 OK 雖然自己 抖抖抖 都可以顯得 顯得 顯得 老到 插一插 然後呢 眼睛記住 不要塗死了 不要塗死 對 死掉了 OK 這個呢 稍微怎麼樣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塗滿 就不要塗滿 然後後面 前面 畫過雞的人知道嗎 對不對 前面後面 就這個 讓他的眼睛怎麼樣 凸顯出來 凸顯出來 然後呢 在這個眼睛的下方 前面一點點 OK 下方 前面一點點 就開始畫什麼 畫嘴巴的什麼 畫嘴巴的那個 下面那個 中間縫合的那條線 OK 寫一二三四的一 寫一二三四的一 那這個呢 這條有一點 稍微怎麼樣 粗一點 然後順過來 不可以平的 要稍微往尖度來一點 這樣子來 這條線要多長啊 就跟他的那個 頭差不多長 OK 那這也是 這一張也是張嘴巴的 張嘴巴就是從這兒出來什麼 三角形 OK 下面的要比上面的怎麼樣 小 稍微 小一點 細一點 那這裡有個鼻子 OK OK 好 那這下面 這就是什麼呢 頭 頭頂 這是頂了 這是頂了 Mite Yes 這都沒洗掉 啊 這都洗掉 對 我在畫這時候 我使用比較多的小筆 OK 很多就是小筆就夠了 殺雞不用扭刀 這個是扭刀 有的小小的筆就OK 這個都還太大了 對 這個 可是你的這個這個 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用到 用到 對 那現在是 先調 主標色 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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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鮮 主標 主標 這個顏色比較鮮 OK 先調主標顏色 所以你的肚子 比肚子就已經什麼 是有主標的顏色 看 對吧 但是呢 這樣的顏色單調 而且是 太單一了 太板 那麼你需要什麼 需要一些 稍微深一點的顏色 OK 這樣子 這樣是不是有兩個顏色了 是吧 這兩個顏色了 那再來一個更深的顏色 這什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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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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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這一支筆裡面 有三個顏色 有三個顏色 三個顏色 那你畫的時候 要反過來 筆要反過來 這樣 這樣 這樣它有什麼 一 二 三顏色 等一下等乾的時候 或是快乾的時候 再去點 現在就 就不管它了 所以我 我這支筆 我通常就不能 就不要用了 就放在那裡 待會兒 我再畫相同的 腦袋掛的時候 我再用到它 現在就不要用 要不然就一天 那樣洗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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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常畫一幅畫以後 那個水還是乾乾淨淨的 這你們怎麼用的 我畫完一張 不是張 我又畫完三張 一個晚上畫完三張的時候 那個水還是乾淨的 為什麼 有的時候我把乾淨的水 舀一點點出來 因為我有幾個梅花碟子 我舀在梅花碟裡面 然後比較淡的末 我就沾一點梅花碟的水的部分 然後更淡的 就沾另外一個梅花碟 就是末色就在碟子裡面 分成好幾個層次 我就可以用哪個層次的末來畫 OK 好啦 因為因為不是不是 所以我有的時候會找不到東西 找不到 那這個拿 你看我又要去洗它 我又要去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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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墨顏色要要注意到 你知道這裡這裡是個什麼 這是個橢圓是腦袋瓜 是不是到這裡 是在這裡下來 所以這裡的畫法不是脖子 這裡不是脖子 OK 所以這是頭的部分 下巴的部分 OK 那這裡的顏色跟脖子顏色不一樣 那不一樣通常呢 你要是這裡的顏色畫的淡一點的話 脖子顏色就畫的深一點 你要這裡顏色畫的深一點的話 脖子顏色都要畫的淡一點 總是讓你的脖子跟你的這個下巴怎麼樣 要分開來 要分開來 你看這裡顏色什麼 比較淡 那這裡的顏色就要深 那麼這裡的顏色比較淡 這顏色就比較深 這裡顏色比較深 這裡顏色就比較淡 你就要讓它錯開來 要不然你深的深的 你就不知道界限在哪裡 你知道 那隨便你了 你要先用淡的來畫 這個也可以 也可以 那你要用深的來畫也可以 那我在畫的時候 我就先用淡的 這裡開始 OK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對 這樣子 好 這個是 這是淡的 然後呢 我就開始用什麼 用深一點 哎呦 這個是 這樣子 OK 因為它本身 這已經有什麼 就有暈開來的 嗯 所以你就稍微的 濕一點點毛 嗯 就可以表達出來就好 毛容 OK 不要這樣子 嗯 嗯 要這樣子 嗯 嗯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什麼 也是 要用這種 濕的頭 不要畫到那邊去 你要記住它是什麼 它是橢圓形 所以你就要 這樣子 順的這樣橢圓形 那到這兒來接下去了 它又是什麼 它又是脖子了 哦 它又是脖子 漂亮哦 你脖子不能畫得太粗 嗯 它畫到這裡來 就很難看 就 就 稍微細 稍微細一點 脖子 它就細才好看 嗯 那這樣子 主要是在這一個 嗯 這個是要這樣細 嗯 OK 那這樣子 這樣子 還不夠好看 那你就要怎麼樣 你就要這樣 這樣 嗯 嗯 嗯 還要小心一點 嗯 嗯 這樣便 哦 這樣子就 這樣就好看多了 OK OK 嗯 嗯 就是這個 這個要注意到 你淡墨 淡墨之外 你還要加上什麼 濃墨 加上這樣子一點點的 濃墨 做點綴 嗯 那就 就顯得好看 嗯 OK 就顯得好看 嗯 那下面一段不是脖子啊 脖子啊 這就是脖子嗎 這都是脖子啊 這裡就畫到這裡 這樣就畫 接下去就是身體了 嗯 那我們今天只畫這個 只畫這個 然後再加上顏色 嗯 其實頭需要花比較多的精力來描繪 嗯 其實頭需要花比較多的精力來描繪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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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個眼睛啊 就在頭上啊 所以你肯定要 要花一點時間來 來琢磨 嗯 只要你覺得這個顏色太火了 太上火了 太火氣太大了 那你就加一點什麼 加一點墨色 OK 那只要還要注意到 你這個紙是很容易吸水的 嗯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到什麼 水的分 特別注意到水分 水分 它的乾濕 否則的話 噓 就暈開了 暈開 一個嘴巴本來這樣變得這麼大 被打了 口紅塗到這裡來了 那樣的意思就不好看了 而且 假如你想要有一點好像肩挺的感覺 就稍微用乾的筆來刷 然後 你看 其實我有把這個我過程都詳細的過程都跟你們講 就是加一點水 它這沾上紙的那個時間 非常的什麼 短 非常短 所以它就 短才不會 它就不會引開 對 好 這波 哇 假如說 海 海那個的話 你可以再 這畫畫其實可以討野性情 你也急不得 你不要想說 我急救張 哎呀我今天 我還忙著很多事情 我現在就隨便畫一下吧 那不要 那你就不要畫 OK 你就不要畫 這樣是不是有立體感 嗯 有沒有 有一點立體感 好 這樣 這樣意思 好 你看這裡 不要全部塗 不要這樣全部塗 OK 不要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 那要塗 舌頭 舌頭 舌頭一點點 OK 就這樣 就可以了 單頂上面要點 點點 點點 忘了點點點 點點點 點點點 點點點是可點 點點點 可點可不點 為什麼 沒有墨 身用的是紅色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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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那個點點是因為黑色還是什麼 還是紅色 暗紅色 暗紅色 我加點墨 嗯 那個 它是叫這個 你說醃漬啊 醃漬 對 醃漬比較 稍微 還是 遠一點 暗紅色 稍微 稍微更 因為暗紅裡面帶什麼 帶黑色 你在點的時候 你不要點成這樣子 不要點成這樣 要有 要長風 長風 把風 長起來 那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那個 好像有一點點方方的那種感覺 有一點方方的 有沒有 這樣子 OK 鈍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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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鈍餅 這樣這樣這樣 大概有印象了吧 對 就這樣子